那因為我剛才在路上有看到郵局有開 所以就把又跑回去拿信 就是之前跟我玩交換生日卡片的朋友們 第一批的全部都寄出去了 在我手上 這裡郵局有開 禮拜六 好辛苦 但謝謝你們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追蹤我的Instagram 最近我也開了微博記得關注 那影片開始囉 今天來到六本木 然後要來找我朋友吃飯 那 他在一個蠻特別的公司 也是我覺得蠻酷的一個公司上班 那等一下就會知道了 那 我現在已經有點遲到 我遲到快20分鐘 我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哇 麻布十番這個地方真的好漂亮喔 因為後面有星巴克 那邊還有鳥屋書店 他不是 他不是最漂亮的那一間 可是這邊的文化氣息感覺非常的厲害 在我身後的這個大蜘蛛 簡稱他叫大蜘蛛 也算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景點 如果來到六本木 好像大家都會跟他拍一張照片 好 好 因為剛剛在Google餐廳裡面 Google的員工餐廳裡面 不能拍照 也不能錄影 所以 就 不拍給大家看了 那也謝謝Derek 帶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 哇 我沒有機會去台灣的Google 居然可以來這邊 日本的Google餐廳吃飯 那 因為我覺得他的view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我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要上去深美術館拍給大家看 感受一下我剛才在六本木看到的一個東京市景 我覺得真的超美的 好 好 如果你來深美術館 然後想要來看六本木之丘的那個景觀台 他票是一起的 一千八百塊 你可以在這邊參觀美術館之後 再到上面的那個觀景台去看 那這一次的話 剛好有藤子博爾熊 然後還有 骷髏魔法使的那個特展 蠻特別的 就是要到戶外的那個景觀台 你需要再多花五百塊 拍日幣 購買一張券 才能到網上 那他上面也管制的非常嚴格 你只能拍照 跟錄影 還有手機 可是你不能帶自拍感 然後你東西都是要放在口袋裡面的 所以他必須要把你的包包全部寄放在這個 置物櫃裡面 才可以上去 好 森美術館這邊的景觀台電梯都是在普通不過 就是一般電梯 可是他是非常快速可以到滿高的 他不像其他景觀台一樣 可以有很多厲害的特效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只是要來 看景觀的 電梯沒有什麼 他從電梯走出來感覺好像在玩什麼戰利泥宮一樣 他就是一些鋼筋水泥 不過因為到戶外我覺得非常的期待 看到會有什麼全新的一個景色 因為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零死角 完全無死角的一個景觀台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來過日本這麼多次啊 我都還沒有仔細的看過東京的市景 我覺得很感動啊 你覺得人類很渺小啊 不會講耶 很漂亮 在景觀台的中間 他就是停機坪 他可以讓直升機 可是我們人是不能走過去的 那是工作人員 他不能我們允許在中間的地方 我們直接在走外圍的 木棧道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是吊掛的那個 洗窗的那個軌道 如果這個把它加裝成雲霄背車 感覺蠻好玩的 因為會嚇死很多人 在我後面的就是新樹區了 你可以看 整個 超美的喔 而且他們也因為2020東京奧運 一直在翻新 很厲害的城市 很厲害的城市 服務人員跟我說 他很貼心 他說今天跟明天 是這裡 鑽石之山 的一個觀賞景點 為什麼 因為 今天的太陽很亮很漂亮 他日落的時候 會剛剛好在富士山的山頂上日落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景點 他四點半左右的時候 會日落 好可惜喔 今天沒完 因為趕時間 沒有辦法觀賞到 不過 這一條 真的很 很閃耀 這個工作人員就是要拍 就是鑽石之山的一個畫面 這個很重要 今天 我還是記得 我還記得 我body是想到 鑽石的 影片 我目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